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逼一个肉毒感去面膜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见过 毕竟前段时间火爆了朋友圈 麦可圈 什么 瘦颜一把好手 瘦颜针做到的他也能做到 比瘦颜针便宜 而且 很风险 轻松去除的双下巴 小微脸不是梦 哪个情窦粗开的怀疼 到原来真的起 这么多的诱惑 于是我买了5盒 我上5个月的班要交的税 都没有这么多 果然冲动消费的女人 是没有助手的 用完5盒 毫无效果 连我强烈的 就是我心里暗示都没有屁肉 啊 现在想想肉毒感去拿来施封 are you quite right 瘦颜针的肉毒感去 打到我们肌肉里 可以让我们的肌肉萎缩 从而达到一个小脸的效果 可是你丝封肉毒感去 它只能在你的表皮层里面 丢到某个角色啊 第二个 长头发店 不把你们说好 我这辈子都没有留过长头发 没错 我最近下了多大的决心说要留过长头发 最终 都会在他 挡到我嘎嘎这地方的时候被我剪掉 然后就陷入无限的后悔中 这个时候一瓶头发快速增长液 注了我的发痒 说了什么 滴一滴 每个月头发多长 厘米 长发使用 不是梦 嗯 嗯 哪个情动初开的怀称少年 能今天能起这种诱惑啊 我买了 我用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被某些成分过敏 头皮天天发痒 在最后发痒 交 头发长是没有长 但是也会掉了很多 好奶奶的 第3个 用凡士林去黑糖 这里呢我要安逆一波 凡士林这个东西它真的很优秀 做成吗 拖鞋毛 泄妆 让香水更持久 保护脚部 背心鞋的磨 发授去纱油会转发机接触的皮肤 等等 这么万能的东西 当有人跟我说他能去黑糖 我立马就信了 诶 这个情动促开的怀春造年人 就在去射总一种 于是我照做了 黑头一个都没刮出来 而且堵塞了毛口 黑头更多 还发现引起了痘痘 你懂那种 顶着一个小丑鼻子 去上了一个星期课的那种感受吗 在教室里面 那满满一片白饼中 咯咯咯咯咯 人家科技老师怎么 那问题都多点了几次呢 吃奶奶的 第四个 用格列侠取去眼带 这个说法呢 我也不记得是从哪个村里面 听来的 先泡一壶茶 喝喝 一点点 留到第二天 用化妆棉沾上新鲜的隔夜茶碎 坐在我们的眼袋处 这样你的眼袋就会 瞬间消失 吓得紧到初开的怀春 叫你能进得紧 走走走走 结果就是 眼睛过敏又红种了一个星期 如果现在我可以穿越回去 我一定要好好地 骂发那个时候的自己 你知道隔夜的茶碎里面 有多少细菌吗 你知道你的眼部皮肤 有多细菌吗 你是不是有毒啊 眼睛 每次洗澡的时候 获得你的老婆 你急洗了吗 怪不得老师就睡了 哼 如果你有得意的茶水呢 那就请你把它倒到马桶里 并且按住冲水按钮 把它冲到 汉 雅 好了 以上就是我留懂人家 曾经为了护肤交过的那些 不费智商税 有相同经历的呢 可以把它放在评论区里面 让大家一起热热热 毕竟 毒业了 本如重业了 只要智商水不易 请大家积极的帮我 点赞 关注 转发 拜拜 对了 我还想再说一句 就是周五的时候 你们会发一个 平时有女孩的穿